說我了 我說我 谷字下 先寫線條 兩點 這個凍掃碗頭會用的 因為藍字有用這個 我免得重複 過來 停一停 這個位置我特別一點 我稍微向外面 跟著 出去之後 理論上來說我平時是這樣直下的 或者一個圈這樣 這次特別一點 我這樣停一停 這樣過去 但我又不去到中間才行 我在旁邊已經勾了 我不去到中間 為什麼呢 我上去斜一點點 有些變法 很重的 這個很重的 這個拉出一點 拉多出呢 這個位置 差不多等於這個位置 是這樣安排的 這個位置我急很多 這個位置很少 然後上去 所以這個勾在這裏 這個勾在這裏 這個勾在這裏 如果 如果你寫的時候 這個跟這個重疊 就沒有了 不是說不行 是我的稿不敢寫 你既然經常說要我的稿 要我的稿 老司的稿 拿我的稿 你又不照著 那拿我的稿 你做什麼 是不是 即是經常說其他人不敢寫 那你跟其他人 是不是 有時輕輕上來我會這樣說 即是你做學生 是吧 為什麽不用這個草花頭 我沒有說不行 不過我這個稿不是這樣寫 你肯定要寫這個 這個 即是稿裡面所有東西都改了 要是你來教 要是找別人 這個很重要 我經常都覺得 那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做學生 最重要是謙虛 還有你跟跟老師 我多年跟老師的時候 我都會有些疑問 將疑問擺在心中 先練習 覺得這個方法真的好 不是走遠往路 那就可以了 這件事要治 你多一次 兩點過來 這個可以放一點 長一點 停頓 這兩個 比較迫一點 這兩個位置 比下面兩個比較窄 重 重 重 這個 這個鬆一點 上面這兩個比較窄 這個位置 就算密到 好像我的稿一樣 這裏黏住了 這裏黏住了 都不要緊 但是下面兩個鬆一點 看上去就會整個 這裏鬆一點 更緊一點 更緊一點 再鬆一點 現在看上去就是這樣 görevit Tell Me 這兩句子是徐元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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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是哪個呢 李玉的大臣 李後柱也是這個 有才華 不捨得關於永谷 其實他們當時應該是尹宴的 有關於谷的東西 曬礼碧金彩 曲絲編 曲絲編長 旁邊的填字 有 例子 例如亞洲的亞字 然後撇過來 下面這裏 好像綠字一樣 手邊 聽不懂 氣 金 今次特別一點 我寫寬一點 這樣過來 再兩點 我比較少這樣寫 平時我懶得通常都是這樣的 先寫黃字 再兩點 這個真的平時這樣 論盡一點 可以這樣寫 可以這樣寫 看一看 如果你不想這麼花巧 你可以 這裏小一點 這樣就不要這麼多圈圈 洞洞 乾淨一點 甚至乎這裏不用這樣扔過來 都可以的 這條線沒有了 這樣就不要這麼花 細力的匹金 彩 彩至上面一點就可以了 點 點 第三點 1 2 3 黏在上面 1 3 2 3 1 3 1 3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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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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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1 5 1 5 2 5 2 6 2 5 1 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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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6 只不过你把它偷了一下 这一下已经是一个口字 方便一点 这个可以当作三字这样写 这个也是 这个比较重一点 意思也不难 细麗皮金彩 本身谷花的样子已经很细致了 这个细麗的意思就是 漂亮 精妙 披金彩 很闪述 纷纷散软 香气 可以去到很远 那也是君子 四篇到现在已经写完了 事不事演一下 让大家可以再浸一下 这一篇相对来说难一点 主要是谷的形态 和这一行字比较难一点 大家可以练一练 谢谢